好煞風景喔 怎麼了 那個卡車在那裡啊 剛剛對不對 對啊 還是要再重來一次 不用不用 我覺得還不錯啊 因為我拍沒有拍到卡車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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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檢池 又來啦 走啦 上車 GO 今天去桃園大魯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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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有介紹過 台灣有四個賽車場嗎 桃園大魯閣是離我們台北最近的一個 大魯閣是一個設備 非常完善的賽車場 而且那裡的教練人都很好 我的技術 一開始都是他們教我的 而且他們都很樂於分享 等一下會介紹給你們認識 桃園大魯閣是台灣 四個賽道裡面最短的一個 跑一圈大概是34秒左右 像西湖跟大鵬灣 大概都一圈就42秒 麗寶一圈大概52秒 還有就是今天可能會多一個 因為今天如果那個教練有空的話 我會請他下場 我們兩個就是示範一下 如何超車還有超車點在哪裡 可以示範一下給各位同學看 OK 好好觀賞喔 來的話要好好做功課喔 要好好預習喔 很重要喔 知道嗎 欸 桃園大魯閣快到囉 你有沒有發現在哪裡 登登登登登登登 欸其實也還好啊 注意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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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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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每次到賽車場 心情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走啦 走啦 跟我去看賽道 GO 頒獎牌 我也在這裡拿過第一耶 我還站在那個位置過欸 你有注意看我的FB嗎 注意看我的IG嗎 我站在那個位置過欸 很漂亮欸 有看到嗎 拿出來回味一下 知道嗎 走這邊啦 走草 反正中間你會講 對不對 對啊 我這樣講什麼走草這樣可以嗎 好嗎 這會消失吧 走一下 來到大魯閣賽道啦 大家跟著我一起看 走 地上又是車的排位 像我在這裡就排在最後一位過 因為我被撞掉了 你看 我那時候很sade 我想說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為什麼 我會被撞掉 覺得他在那個第二個彎的時候 第三個彎的時候 就被砰 就被撞掉了 然後我就 下一次出發 就是我們最後一位 好落幕喔 你看到很多車在你前面 你真的是 不過沒關係 那都過去了 反正最後我也拿到了冠軍 哈哈哈哈哈哈 來 跟著我走 來沾揚一下我們的崗位 有沒有 我們的崗位 哇 排在這裡真的是 舒服又爽快的享受 因為他一開始進去 第一個是右彎 所以他的崗位就會安排在這個 右手邊這個位置 讓你比較好搶進去第一個位置 這裡是不是有龍門架 龍門架 龍門架 就很像說一個賽道的起點跟終點 那種感覺 這我們講說俗稱叫做龍門架 那旁邊 這裡有幾分板 大魯閣這裡非常的好是 如果你在這裡 玩他的出租車的話 不管是哪一個類型的出租車 他上面會顯示你的秒數 也就是你知道你會跑過來的時候 你看一下你的板子 你看旁邊會有Number 就是你幾號 你是幾號車 它會顯示 就是你最佳單圈多少 你最近的 假設很多台車比賽 那你會發現 哇你是在Number1 代表就是 你是做出全場 全場最佳單圈 是這樣 所以從這個板上就可以看到 來 繼續跟著我一起走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 我們的一號丸 喔 有夠兇猛 極度兇險 大魯閣它是屬於 比較小的一個賽道 所以它超車不好超 你要有一定的痕跡 跟決心 OK 來我們來看一號丸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號丸 我們的一號丸會這樣走 從剛剛路岩石那個地方拋出來 然後拋出來以後 走到這個左邊 準備進入我們的右彎 那我們走這個位置啊 一樣都是外內外 我們是不是在賽道的最左邊 走到賽道的內部 然後最後再把車子放到賽道的外部去 那一號丸我會從這個位置 煞一下車 稍微點一下煞車 點一下就好 稍微點一下 點一下煞車 我就開始打方向盤 而且這個地方我會想要提早打 為什麼 因為我提早打方向盤 我車子先側著 先拋過來 拋拋拋拋拋拋 拋到這個彎心 叫做APEX 拋到這裡 欸 它就是正的 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我就可以大力下游們 走 然後這裡啊 我要介紹一個超車點 正常來講啊 超車應該是 從外面嘛 人家要從外面進來 你從裡面這樣插它 然後進來這裡嗎 不是 我上次看到的超車點是這樣 它的車子不是走在裡面 它車子走這裡啦 它從這裡這樣轉彎這樣 啾 這樣超車 很酷耶 結彎取之 是吧 結彎取之 只不過要記住 賽道上的白線 不是沒有作用的 如果你在超車的時候 你四個輪子都在白線的右邊的話 這時候你這樣超車等於是切西瓜 是不行的 你之後就算超過去 你最後還是要把位置讓出來 因為你不可能到處切西瓜嘛 不然我乾脆直接從這裡切就好啦 對不對 是吧 我就開個那個什麼沙灘車 我走這裡 我最快 對不對 或是我把卡丁車加高 對不對 加成oproad形式有沒有 這樣 我最快 因為我直接切那裡 可以這樣嗎 當然不行 對吧 所以如果你要從這裡超可以 你兩個輪子放上去可以 兩個輪子放在白線的內部 這樣超過去這樣是ok的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二號彎啊 剛剛已經講了嘛 一號彎開出來以後就這樣 砰 在這裡對不對 就一直砰 很像東京甩尾一樣這樣 進來砰 砰 這裡 有沒有 然後從這裡就開始往前 就往前了 對吧 這裡就可以大腳的油門 加這一小段的路 因為有沒有加這一小段的路有差 大腳油門加這一小段的路 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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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來這個地方煞車很重要 這地方就告訴各位同學一個小訣竅 那個地方很像是那個我不知道各位同學有沒有玩過那個紐柏林賽道應該都知道綠色地獄很有名 它裡面不是有個彎是鍋爐彎就是車子過去的時候是這樣騎在鍋爐上這樣洗著進去有沒有 那車子有沒有這樣被吸進去你一定要吸進去裡面這樣整個拋出去用到的離心力跟那個外拋力 拘力才會用到最大速度才會最快這裡就很像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地式有點斜有沒有看到有點往下 有看出來吧應該有看出來吧 再加上我的手勢有沒有是不是相當的酷炫是吧有沒有 這樣應該大家都有感覺 在這個地方訣竅是煞車 然後點一下點的時候把車子再去點 就被吸進去了 但是你不能吸那麼快沒有吸那麼誇張 這只是一個誇示法 你到時候來這裡開車的時候不要給我這樣吸進去 直接我們老師說要吸到這個洞裡面去 亂講我哪裡有這樣說 不是 是 是 稍微剎車然後就往這裡靠 然後就被這個 慢慢的斜邊然後吸進去 有沒有 好吸進去這一邊 對吧這就是我們的二號彎 然後進入這個二號彎之後啊 你看 這二號彎你看有沒有我剛剛就講了 鍋爐有沒有你看大家都被吸進去 吸到地上都凹了 有沒有看到吸星大法 是吧吸到地上都凹了 你看多恐怖 是不是 有多少個人在這裡 車連人吸到這個洞池就不見 黑洞的照片不是最近才發生的 之前很久以前就有了 之前我看過一台卡丁車這樣跑過來 到這裡就吸下去不見了 是吧 你看有沒有多誇張 是吧 這號稱大魯閣的百慕達 吸吸彎 懂齁 好亂講 正常來講 我們在賽車的時候應該是外嘛 內嘛 外嘛 但是 在大魯閣因為它比較小 而且它下面有緊接著彎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裡你看 我們幾乎會走中 內 內 因為二號彎出彎的內 就相當於三號彎 進彎的外 這樣懂嗎 邏輯喔 Logic喔 李漢有吸他 剛剛是雙腰 有發現嗎 呵 所以我們在攻克這些連續彎道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個 希望最後在出彎的時候 那個加速直線性要最好 所以我們會去做一些取捨 喔二號彎沒關係 我出二號彎的速度不快 我為了累積三號彎的出彎速度 所以這個是OK的 我會從二號彎出彎的內 就相當於三號彎進彎的外 然後開始來攻我們的三號彎 有沒有 你看我現在就來攻我們的三號彎了 所以你看喔 我這時候三四號彎就可以連成一起 這個就是三號彎 這個就是四號彎 我們在這裡就會做多會急彎曲子的動作 我就會把這車子放到這裡 直接往這裡這樣 � Ovv plastic 把它放到這裡來 OK 好,你看,刚刚我就示范了一遍 从2号弯,3号弯,4号弯走过来的过程 刚刚那个速度累积非常重要 因为你从2号弯出弯的内 就相当于3号弯进弯的外 走3号弯的内 然后直接这样抛出来一个直线 放到这里 你有沒有发现 这里是一个上坡 有没有 所以前面的速度累积非常重要 赛车的速度都是累积出来的 所以它不是在那个地方大脚油门就了事了 不是 你一定要从前面慢慢累积速度 然后到这里 这个上坡上去以后 你看它有个下坡 如果你速度累积好 它上去下去就咻 就很像云霄飞车一样 就直接会冲到我们所谓的5号弯 它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长的直线 超级无敌长的直线 有没有看到 是吧 到那个弯的尽头 三脚追那个地方有大树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5号弯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5号弯啊 如果一开始来不熟悉的 我会建议你在脚追前刹车 如果你对你的技术有信心的 你可以在脚追的时候刹车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不要命的 你可以过脚追后再刹车 这样你懂吗 这样听懂意思后 刹车一个重点是循序渐进 因为你力道你的时间回馈还有你踏板的给你的感觉 你都还没抓到最好 所以你一开始在开车的时候 应该是慢慢去踩刹车 去感受那个刹车的力道 然后尽量早一点刹车 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晚一点 慢慢晚一点 然后最后你就会抓到那个临界值 这很像雕刻一样嘛 你不可以一开始拿细的就雕 哦我要雕啊 我要雕得很漂亮 什么不是嘛 一开始拿最初的 先把最初的先雕掉 然后再慢慢逼近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刹车也是一样的道理哦 那这五号弯很特别啊 这个五号弯啊 是个把夹弯没有错 只不过这个把夹好像坏掉 因为开了 对不对 他可能夹头发 头发稍微比较多的 夹不太到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把夹弯 你从空拍图可以很清楚看到 但如果是这样 这样大概可能是150度 或135度左右 所以他就没有那么憋 没有那么憋的话 你这个地方啊 这个出弯的速度啊 就可以尽量快一点 其实他不用刹到那么慢 他不用刹到那么慢 而且他要很快的 拋进去再拋出来 那种感觉 你在这里刹车 拋进去拋出来 这种感觉 他会有一个很爽快的连贯性 我也蛮喜欢过这个弯的 因为我这个弯也过得蛮好的 开玩笑的啦 所以他就是 没有我讲的是真的 再来 这有个重点 你在这里就是可以操人家车 你可以速度累积 跟人家一起上坡 那因为你转速比较快 一下坡 你就可以拉拉到旁边来 就跟他并排了 那你就从他内线 擦好客气 你在这里啊 你一定要比他晚踩刹车 如果你比他早踩刹车 什么都没啦 不是吗 因为你比他早踩刹车 你跟他并排 比他早踩刹车 那你不是往后 他就进来了 所以他刹车之后 你就要在刹中 那这个刹车要有点技巧 他的那个寒的那种感觉 哎呦 我在讲什么 我们是讲说寒刹车 那个 寒刹车的力道 跟那个tempo 跟那个速度 跟那个感觉 一定要练习 我曾经在这里 刹到停不住 跟人家在这里 撞上去 结果车子又坏了 车子坏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在西湖上是讲的 我撞坏了一次 这里我也撞坏了一次 这里我就走那一线 但是我没有撒好 然后外面又进来 直接 噢 最后的弱点就在那里了 嗯 然后 车子就坏掉了 就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个运动真的是 真的要非常 技术要非常好 连你在超车都是 不是你速度快就了事 这个地方刹车要寒得好 寒得好进来以后 记得走这个弯心嘛 对不对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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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这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走到内线了 我在讲超车 你是不是走到内线了 对不对 这时候他是不是还接近啊 但是 有一个重点是 这时候你车速一定比较慢 因为你走比较里面 你的回转半径 你的方向盘 要打得比较大 而且你比较晚刹 你一定要刹得比较慢 所以虽然你在他前面 但是你的车速一定比较慢 所以你记得 要尽量在你车速还没提起来之前 挡住他 知道吗 就是我家已经刹进来了 但是后面的车实际上是比我快 因为他走外内外 他方向盘打得比较小 他的提速会比较快 你因为你走比较内线 因为你刹得比较慢 方向盘幅度比较大 所以你的车速会比较慢 那你的车速比较慢 你就尽量挡在他前面 挡在他前面 知道吗 利用你的体积 这跟打篮球卡位是一样的 卡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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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时候你速度也差不多上来啦 拜拜 超过 就这样 这样懂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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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